国足的水到底有多深呢 恐怕没人比赵本山更清楚 因为仅仅用了180天时间 国足便让赵本山彻底寒心 作为一个足球资深爱好者 赵本山对足球的热爱可谓是痴狂的 然而国足却啪啪打了赵本山的脸 2005年2月一场饭局上 辽宁足球大佬张鼠光对赵本山表示 辽族到现在都没有自己的根 建议他可以考虑把辽族接管过来 由于对辽宁队一直很有感情 因此一听这话后 赵本山便当场下了决定 于是彼时的赵本山也成功地当上了辽族的董事长 的确赵本山确实是奔着帮助辽族来的 因此上任以后 赵本山更是愁愁满志地使出浑身解数 他先是为辽族拉来一笔1500万的赞助 然后又拉来一昂文鱼圈的朋友帮辽族站台 甚至拍着胸脯对辽族表示 你们只要认真踢球就好 其他任何难处踢出来 我帮忙解决 然而即便对辽族如此掏心掏肺 赵本山却还是彻底栽在了他们身上 2005年7月 辽族迎来赵本山接手后的第一场比赛 为了给辽族加油打气 赵本山就差把娱乐圈给搬过来了 从范围 纳英到满文军 江坤 一众大腕明星现身为辽族加油助威 而愁愁满志的赵本山更是在现场激动呐喊 辽宁赎球 有十年的很深的谋化抵御 全国球迷辽宁最好 辽宁秋迷安身最好 谢谢你们支持足球 谢谢 然而即便自己已经如此迈力 辽族却最终还是以一比一平局的成绩 还给了赵本山 而碍于现场明星太多 他并没发作 但心里却对这样的结果非常不满 随后时间来到辽族对战大连石得队的一场比赛 本以为辽族可以吸取教训再接再厉 可没想到最后却依旧以0比5的大比分惨败失利 不仅如此 赵本山更是听到了一些队员踢假球的小道消息 因此事后在酒桌上 虽然没有明确点名 但他依旧对这位球员说了一番别有深意的话 而从此事开始 赵本山也逐渐恍然大悟 自己当初踏进辽族 便是个彻头彻尾的陷阱 自己虽然身为董事长 但似乎却只是大家眼中的提款机 回看当初的愁愁满志 再到如今的彻底心寒 自己好像才是那个冤大头 最起码我把一个最好看的游戏给别人讲了 就我不想看 这个俱乐部的股份都非常乱套 我都不知道是谁 现在辽族说你要花花卖 卖一千万 我觉得谁买谁是脑子太大了 因此仅仅过了不到半年 赵本山也迅速从辽族抽事出 甚至表示自己从此再也不看足球 不仅赵本山被国足坑成大冤种 就连马云和王健林这样的大 都曾明里按理地表示 国足的水实在太深 虽然没有明确点明 但大佬们的态度也足以说明一切 能让大佬们都绝望到这种程度 国足的背后实在是让人细思极恐 看到C罗年仅12的儿子都有8块腹肌后 也不知道一天四根海参还大富翩翩的国足 到底有没有感到一丝惭愧 世界杯开幕以前 本以为所有球员都像国足一样 个个都有着游泳圈般的大肚男 直到看到女足姑娘和外国球员以后 才终于明白中国男足为何越踢越差 一次直播中 女足队员马军大方秀出自己的腹肌 要知道女生比男生练出腹肌的强度要难七倍 可女足姑娘却用流畅的线条 狠狠打了男足白斩鸡的脸 而11月20号随着世界杯开幕 德国男魔队和西班牙男团们的陆续登场 也让国人开始对自家的男足感到羞愧 各个大肠腿好身材 大家才发现 原来没有大肠腿和八块腹肌的 从来都只有中国男足而已 因为当人家忙着加强训练的时候 国足的成员却在忙着吃海参 可即便一天四根海参大补身体 男足们却依旧踢不出任何成绩 在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40强预选赛中 中国男足不仅以1比2成绩输给叙利亚 甚至在下半场直接来了个乌龙球 将球直接踢进了自家家门 的确 比起踢球来说 国足似乎更像是来出洋相的 2015年中超一轮比赛中 在最后时刻对方赢得了一记任意球 可谁能想到就是在这个结果眼上 口渴的守门员竟然当场喝起了水 球从面前划过充耳不闻 成为了国足史上的最大乌龙不说 这位喝水哥 哪怕时候采访时还一脸无辜 而国足也凭借着自身实力走出亚洲 甚至在世界各地都已经臭名远扬 不仅葡萄牙的足球教练 曾评价中国男足各个懒散的不行 哪怕在外国街头随便拉个人采访 他们对国足的态度 更是肉眼可见的难堪 而当问到球王马拉多纳 对国足有什么建议时 他的一串沉默仿佛什么都没说 又好像什么都说了 就连街头的老大也都看开了 这样的比赛还是少看点好 到底什么时候 国足才能世界其他球队的水平卷起来呢 随着如今国足前主帅李铁被查 希望国足的风气也能渐渐转好 抗日英雄 中国女足点球击败日本队 如果说信仰有颜色 那么一定是中国红 就在男足以0比2的成绩输给日本以后 女足姑娘们却硬生生地为国人争回了颜面 这是一场连央视都放弃直播的比赛 由于是在过年期间 对手又是亚洲杯实力最强的日本队伍 因此几乎没有任何人看好中国女足 在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上 中国女足和日本女足狭路相逢 心仇旧恨夹杂一起 也让这场比赛尤为惊心动魄 比赛一开始 日本队的进攻便十分猛烈 在第十二分钟的时候便成功进球 以一比零领先国足 领先一球后的日本队更是攻势不减 让中国队打得十分被动 然而中国姑娘却不屈不挠 在下半场不仅调整阵容 更是调整形态 一上场以后便是气十足 默契地配合进球 直接扳回比分 然而双方僵持不下的状态 也让女足的体力大大耗尽 而日本队也抓住机会 又进一球 然而就是在这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女足姑娘的表现 却让所有人刷新认知 不骄不躁 永不放弃 女足姑娘很快追平比赛 而这时赛事也来到了最紧张的时刻 因为中国队能不能赢 完全看着最后一次机会 在最后的点球大赛中 中国队最后一个主发的球员 是队长王珊珊 只要将球打进 那么中国队便能挺进亚洲杯的决赛 此时此刻 就连电视机前的观众都紧张得摒弃名声 好在 女足姑娘们更是没让人失望 就这样在无人看好的情况下 女足姑娘们却彻底地打了一场翻身仗 可以说 女足姑娘们要接应也接应 要局部传递 有局部传递 要向前推进 更是有向前对接 在男足将颜面丢尽的时候 女足姑娘也让中国重新挺着腰杆 120分钟后 日本球员被女足姑娘们打得倒地痛哭 而那一刻 电视机前的球迷们也放声大 我都特别感到我们球迷是非常幸福的 感谢女足姑娘给我们带来这种 无可挑剔的这种足够的荣誉感 民族的荣誉感 我此时刻我终于跟中国球迷 我感到非常的激动 我求我求我求 的确 狭路相逢勇者胜 女足姑娘们也用实力 在赛场上狠狠地养我国威